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了解他背后的制度文化各式各样的这种更深层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 那我们在看这些议题的时候不是只有看到那个冲突 还能够看到他背后更重要的门道 我们有YouTube频道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来收听收看 随时把我们的资讯都能够带着走 那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让我们的报道可以做得更多更好 也能够更深度让我们的采访 让我们的访谈也能够更深度的来跟大家做一些议题的解析 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谈一个非常庞大的开发案 就是社子岛的开发案 那这个社子岛为什么会有这个开发案呢 主要是在1963年的时候 这个葛勒里台风呢 让整个大台北地区泡了在水中泡了三天三夜 而这个社子岛呢 其实第四低洼 所以在这个对于所谓的这个在当时的197年代的时候呢 这个经济部就曾经评估这里很容易是造成水患的地方 所以呢就做了一些在法律上面的限制 也就是禁建而这个禁建令呢 让社子岛仿佛回到了某种的时空的这种固定的时空当中 被封锁了起来 那对很多人来讲说啊 社子岛好像都不是因为这个禁建令呢 都没有办法有更好的发展 然后也有人会觉得说这个地方环境也不太好 甚至也没有什么便利商店啊 也没有医院啊 生活的品质是不太好的啊 所以历任的台北市长呢 都希望能够对这个社子岛解禁 然后做新的开发跟新的规划 那也因为这样子就引发了一些这个冲突 社子岛有些民众就会觉得说开发很好 但是有些人觉得说开发他们也不反对 但是市政府要用区段征收的方式来去征收他们的土地 其实就等于是把社子岛砍掉重练 不仅这里的文化生活形态会造成影响 这里的居民的生活也会造成很大的这种影响 所以在最近这几年的社子岛的议题呢 一直是在台湾的抗争的过程当中 常常会被受到瞩目的一个案件 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要来跟大家邀请到的是 社子岛自救会的发言人李华平 来跟我们谈谈这样的一个开发案 到底对居民的影响是什么 华平你好 大家好 我是社子岛自救会发言人李华平 今天非常谢谢华平来接受的访问了 其实我们也一直很想要去谈社子岛这个议题 不过虽然工库做了不少的报道 但是其实这个议题呢 其实还没有再做一些更深入的讨论 所以今天非常开心的这个华平 可以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那我想一开始想要先请教你 就是你们是什么时候知道 这个社子岛的这个开发案 就是那当时通知你们的内容是什么 我之所以会这样子问 是因为过去我们访问过黄春香 或是访问到很多的这种被拆迁户 他们其实拿到的通知 其实都不是规划之前 而是已经告诉他们说 我接下来要拆你家要做什么 然后要拿多少钱给你们补偿多少钱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一开始 也遇到的是类似的状况呢 我们遇到的状况差不多类似 而且我们是 因为社子岛他有一万多人嘛 那我们在108年2月底 陆陆续续大大小小 从零岁到99岁或者100岁 看他是只要存活的人啊 通通都有收到关号通知单 那这张关号通知单它上面就是写的 趋断征收拆迁安置草案听证会 这个时候我们才惊觉说 我们家要被拆了 家里要被拆了 就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 为什么社子岛要趋断征收 他不用经过居民的同意 然后你的开发案的内容 也不用跟居民做一个讨论 你现在要跟我说要开会 然后要开的是拆迁安置补偿的听证会 那为什么这之前我们都没有收到什么 会议通知这一些 这对居民来讲是一个非常 就是资讯不对的那个部分 所以那时候觉得说非常的恐慌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你们第一次知道这件事情 是已经是所谓的收到了拆迁安置的 这样的一个告知 那拆迁安置要跟你们谈些什么的 那个时候跟你谈什么 那个时候是在谈草案 就是总共只选出25位发言代表 然后发言代表就在听证会当中 只能被限制 被限制你不能讲 你要不要趋断征收这个问题 你只能讲趋断征收架构下的 草案安置 就是安置的问题 你要可能成功几乎这些的问题 我们题目是被限制住的 但是居民 我们最大的真意点就是一个 趋断征收这个真意点 但是我们收到的关号通知单 却是趋断征收之下的 拆迁安置补偿的这个听证会 所以居民其实对这个部分 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是争议开始非常的大 一直延续到现在 就算环凭通过了 争议还是非常大 所以在之前 所有有关于这个社子岛相关的规划 其实你们是完全没有被通知 没有被邀请讨论 然后被邀请讨论之后 只能够跟政府去讨价还价说 我要什么样的一种安置的 补偿的做法吗 但我们其实没有跟政府讨论说 我们要如何安置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真意点还是在于说 我这样回推到主要计划 通过那一天好了 因为内政部它通过主要计划 是在107年6月26号 那通过的时候 它是有一个附带局域 包含了就是聚落的保存 文化的保存还有办理听证会这一些 但是听证会好 它办了 它办的是我们生意很大的拆迁安置 并不是办理区断征收这个听证会 那再来一个部分 它要求内政部的附带决议 要求你要做到聚落文理的保存 那你今天谈到的拆迁安置 就是把整个设置到产平 衣平 然后两栋集合式的一个安置 再把居民集合在里面 那聚落整个都被拆掉了嘛 全部都被产平了 所以居民最大的声音是 我们的枕头那都没去啊 我们的聚落为什么都被产平了 就是整个完全是砍掉重链的这种规划 对这是居民没有办法认同的 事实上现在我们刚刚虽然看到这个争议 好像在柯文哲市场这个时间是比较严重 不过这样的一个规划 或是这个所谓的摄子岛的想象 其实从过去一直以来都有 包括这个陈水扁市长的时候 曾经提出台北市第三副都中心 马英九市长也提出 轻轨捷运与河滨花都 那好龙并也提出了台北漫花顿的计划 那包括现在这个摄子岛生态摄子岛 这是柯文哲所提出来的 那在这里其实可以看得到 好像这些市长们都对于 这个摄子岛都有一些 认为是一个比较进步 或者是要改善原本淹水 或者是相对之下被建制 这个禁建啊等等各式各样的问题 那当时这些各式各样的计划 到底给予你们什么样想象 或是一些美好的憧憬呢 或者是他怎么去说这个是一个好的一个案子 其实历任市长确实都对摄子岛都推出了一些规划 那但是摄子岛居民老实讲 不论是郝龙斌或者是陈水平市长 在摄子岛开会的时候 那在地居民当就是当下都会有很大的反弹 很大的生意 也是因为区段征收这个问题 从以前到现在都是卡在区段征收这个问题 然后居民的诉求就是说你就把禁建力拿掉 你就让我解除禁建就地合法 所以当居民提出这些诉求的时候 历任的市长就说好 我听到你们的意见那就回去了 在过去老一辈他们参加过的会议说法是这样子 那其实老实说摄子岛没有人会反对发展 但是反对的就是区段征收这个问题 那我们也希望环境可以改善 我们也希望政府可以来这个取缔 就是非法到废弃物好或者是砂死车 我们都希望政府来做这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对摄子岛来讲的话 我们会希望说你今天你就事先把禁建力拿掉 让居民可以合法的修缮房屋 因为你禁建了52年 房子长时间下来它也是会损毁的 但如果说我们做了一些修缮 它就会说你是违建 你本来是合法建筑物 你的屋顶漏水 你把屋顶整个拆掉移除了 你盖了一个铁皮的屋顶在上面 这就是变违建了 这对居民来讲其实是一个不合理的事情 所以我们其实对摄子岛的想象 我们会认为说他还是应该要把禁建力拿掉 禁建力把它拿掉 然后就是聚落把它保存下来 做一个指定建筑物的 应该是讲指定建筑线 把聚落留下来 所以对你们来讲其实诉求很简单 就是你们反对用区段征收的方法 但是你们不反对让摄子岛更进步更好 但是更进步更好的方法 其实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把刚谈到的禁建力拿掉 这我们待会再花一点时间来谈区段征收 以及这个你们的主张这个部分 我想很多人会提到这个摄子岛的问题 即使包括历任的政府都觉得应该是要整个砍掉重链的 这样的一个主张 其实他背后有一种的思考 这个包括台北市议员陈正宗也曾经提到 摄子岛是所谓的三枚 什么叫三枚是没有便利商店 医院跟下水道卫生下水道 那所以被形容成为好像是一个比较落后 甚至连便利商店都没有的地方 那实际上面这些假如是真的没有吗 那如果这些东西没有 对居民的生活是一种不方便的吗 那这样的一个不方便 也是造成你们不愿意这个区段征收的原因吗 不是因为这三个没有 然后让我不愿意被区段征收 而是区段征收 他真的是会把我们原住民赶出去 让外面的人搬进来 那其实老师说 就是说 我应该是这么说 喜欢摄子岛的人 他还是留在摄子岛 那喜欢高楼大厦的人 他们都已经搬出去了 那现在你讲就是陈一远你讲到这些话 因为你不住在摄子岛 你不知道摄子岛 他喜欢这里的什么 他需要的是什么 那比方说 你说没有便利商店 是真的 摄子岛现在没有 不过在海洋科大里面有便利商店 好 另外一个部分 摄子岛有很多的温馨干妈调 我觉得这个是外面没有的地方 我可以举例来讲 像干妈调它很特别 比方说我是上班主 那我买了快递 我的挂号 这些东西 比方说寄回去 没有人帮我签售的时候 那油菜打给我 或是快递打给我 我可以跟他说 你帮我送到几号的干妈调 老板娘 老板就会帮我做一个签售的部分 那很特别的地方 摄子岛的干妈调 他还可以 比方说 某些人 他比较弱势一点 那有特别的人物 就是比较 摄子岛会互相帮助嘛 那有些居民他就会赞助一些钱 假设他就是赞助了两千块 他寄付在 干妈调那边 就跟老板讲 我这个钱 我就是指定给哪一个人 谁谁谁 他要来买面包 买牛奶的时候 给他用 如果不够的时候 你再跟我说 那我要说的是说 以这样温馨干妈调来讲的话 他在外面的城市 他可以看得到吗 但四字岛 他却有非常多的这样子的环境 就是很多的一个居民可以互相帮助 然后温馨的干妈调这样 他是非常 让居民非常喜欢的地方 而且很多居民喜欢在干妈调前面聚会 聊天他就像一个大家的一个公共空间一样 我们不认为说 你就是有Seven或者是有便利商店 他就代表一个繁荣的城市 那你说医院这个部分来讲好了 好 那医院在过去 四字岛他是有效诊所 那因为医生过世了 然后另外一个医生 他是到别的国家移民的 所以四字岛诊所就没有了那时候 但是我要讲的是说 在过去呢 四字岛他是有卫生所 那时候叫卫生所 他有在四字岛注点 当比方说婴儿打 做健康检查或者施打疫苗这件事情 好那现在也没有了 那什么原因没有我不清楚 但是我要说的是 这些提供医疗资源服务的部分 是不用驱断征收 他就是可以做的事情 那为什么 为什么台北市政府他不愿意花一些时间 让比方说卫生所的人来设置到注点 比方说帮老人家做个健康检查也好 或者是帮婴儿做个健康检查 那个打预防针 这些都是可以做的 另外一个部分 你如果说没有医院 我们这边的交通非常的便利 不管说你今天走周美桥 或者设置大桥 你要去新光医院也好 或者是荣种也好 其实我们的车程大约只有十分钟左右 那这个部分以就医的资源来讲 我们其实不在意这些 因为他交通很便利 我们到医院都是非常的方便 而且如果说大家有印象的话 以我们士林区来讲 那时候新光医院正要盖的时候 周边的居民 他们是就是绑了很多的白布条 来拒绝这个医疗资源的进入 因为医疗资源 我们不能说它是一个险恶设施 就是医疗资源他进驻的话 比方说救护车 他觉得会吵到周边的一个居民的生活 或者是说他们会觉得传染病 像之前就是可能有肺炎的部分 像以前叫SARS、MARS那些 居民会觉得说可能有冒着被感染的风险 所以他们拒绝设立医院 但是医院还是设立的 这是一个题外话 那我们要讲的是说 就是我们这边要出去看医生来讲 他是相当的便利 并没有说医疗资源非常匮乏的部分 所以对我们来讲 你们当然会期待说 我原本的生活 其实就已经很好很方便 例如说有Gamma Dian 我的邻里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是很好 就像我记住外民雄 我也很喜欢我们村子里面的Gamma Dian 他常常就像你刚刚提到的 他会是一个社区的公共空间 也会是一个居民相互协助的地方 但是因为说实在的后来有一年 我们学校附近的7-20 还有包包便利商店多了市价 然后没多久我们Gamma Dian同时消失了 所以突然间我就觉得 我们的邻居到底要去哪里聊天 阿公妈要去哪里 所以其实那种Gamma Dian或是某种的这一种 比较田径的这种乡区生活 看起来对很多人来讲是不方便 但是事实上那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邻里之间的关系 却是密切的 可是这个虽然是你们对这种 所谓的生活的想象跟生活的期待 但是其实你们不会担心一个问题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那这样子房价怎么可能会涨呢 那这样子状况底下 我们会有更好的建设吗 那一个地方一定要进步要发展 你们都在怀旧的过生活 这样子真的是一件好事吗 我觉得应该要回到规划面来讲 因为市府他规划生态设置导弹 他是为了说要改善居民的生活 那改善居民的生活这件事情 他为什么一定要驱断征收 所以老师会发现说 我提到很多都是在驱断征收下面 做这个建设居民没有办法接受 那你如果说你现在改善 当地生活的环境 然后伸出了这个生态设置导 但是这生态设置导 却把原来的居民赶出去 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那你今天改善生活环境 照顾居民 这本来就是市政府应该要做的事情 而且这是要以居民的角度 出发来去做 那生态设置导 他把居民赶走了 他有做到照顾居民的事情吗 他反而是配合财团跟建商 来炒作土地 而且家是商品 房子涨不涨 我觉得我想要讲一个故事 就是曾经就是有一个住在东区的一个朋友 他说我的房子在东区 然后这边买了很多间 我的儿子媳妇全部都住在这边 但是呢 有一天 我要怎么 我这样说好了 他说有人要跟他买这个房子 开了很高的价格 跟他讲说你可以把房子卖出去 就可以获利非常多了 然后那个阿嬷就说 这个房子是要住的 就算他变两亿三亿五亿我都不要 因为我就是要住在这边 我就是喜欢这一边 那当然 这只是要表达说 他喜欢住在那一个环境 而四子岛的居民 我们也已经习惯这里的生活方式 就像很多阿嬷阿公他会说 我就住在这边关系关系 我们都住在这边 你叫我搬去外面 我也住不关系 所以居民是喜欢这样的环境 我们并不会觉得说 住在这边是很落后的 而且这边的居民生病的话 是会彼此照顾 像有时候我们去 富质湾那边 有个阿嬷生病 他的邻居 他会开车带他去看医生 这个是让人家觉得很感动的 然后另外一位阿公 他就是因为他是单身 没有结婚 他在换脚膝盖的时候 然后回到 从医院出院了以后 回到整桃来 然后居民每天 想说他躺在家里很无聊 因为行动不方便 每天就开车去 把他带出来 带去田里 就是大家聚会的地方 带去田里 让他可以跟人们互动 然后让他在田里 这样走来走去 他的身体也很快的就复原 那我想要表达的是说 在社子岛 他就像一个大家庭 大家彼此就好像是一个亲人一样 我照顾你 你照顾我 我关心你 你关心我 可是今天却要因为这个开发案 大家彼此就分成 你赞成开发 你就是开发判 我反对的话 我就是之就会 然后彼此的情感撕裂到不行 可能看到面 见到面可能都会 就是彼此没有太好的一个 可能邻居就因此变成某种的仇人了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现象啦 这样子一个开发案 他真的是好的吗 他真的是为了居民的吗 我们常常会有这个疑问 华平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就是对某些来讲 这是一个进步 然后可能有好的房子 可能有漂亮的景观 但是这好的房子 漂亮景观 即使存在了 但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却因此而被破坏了 过去人们耐以为生的 邻里的关系 或者生活的敬意 从此就消失了 这真的是好的吗 但是刚刚华平一直在讲一个概念 叫趋断征收 到底市政府 为什么要趋断征收的方法 这个趋断征收 刚刚也提到说 即使做了一个生态的摄殖岛 也会把居民赶出去 我们市政府真的要赶出去吗 他难道没有更好的做法吗 我们待会休息一下 再来请教华平相关的问题 今天摄殖岛居民站在这边的 跟站在对面的可能是亲戚 可能是朋友 但是这一个开发案 让整个摄殖岛进入分裂 解除军舰 解除军舰 原地解建 原地解建 九大计划 九大计划 全受保留 全受保留 今天这个是违法省应 因此我们要求 退回主计划 退回主计划 反对省言 反对省言 现在台北市政府 不是没有作为 藉由多名参与委员会 摄殖岛现在正在进行替代方案的原理 这个替代方案 将会针对摄殖岛 在地已经开发 已经有逆落的部分 进行保留的讨论 这个也符合 内政部要求 必须要针对都市计划 整定开发地区 已经发展的地区 去延商 区断分构以外的开发方式 我们认为 现在公餐计划 公餐委员进行的讨论 才是务行的让政府 可以往前进的方向 所以 这个主要计划 我们认为 应该要退回 退回主计划 只有退回主计划 让现在的替代方案 能够讨论出来 让摄殖岛能够拥有一个 真正大家有共识的 主要计划 让摄殖岛的地方 有公式计划之后 他们就能够落成 他们日行改建 日行开发的一个方向 这样才有可能让摄殖岛往前进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 节目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 引记录照顾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 一提的整理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了解到一些正义性事件 背后值得要去关注的议题 让我们不是只有看到事件的冲突热闹 还要去看到这个事件背后的门道 我们有Podcast频道 有YouTube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今天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邀请到的是 摄殖岛自救会的发言人李华平 华平你好 大家好 我是自救会发言人李华平 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有提到 华平有主张说 这个摄殖岛的 这个虽然很多人提到的开发 立任市场都这样子谈 但是其实你们有自己的喜欢的 生活方式 而这个生活方式不是那种新的开发 新的建案 它是可以取代的 那其实你一直在上一段的节目当中 一直提到四个是叫做趋断征收 那简单来讲 趋断征收就是说 政府我觉得这个地方 我可能要做某种的建设 但是它不是只有征收 它原本要做建设的那个土地 而是把一大块地给圈出来 那圈出来之后 它可能会做某些 跟这个建设有关的这些施作 然后也会做相关的公共工程 那当然有部分它就会补偿给这个居民 可能用换地用其他方式补偿给居民 但是对政府最大的好处是 它会多了很多很多的土地 那多很多很多土地 它可能到时候就会拿去低价卖给别人 那因为我用趋断征收 是我用比较低的价格 去征收回来土地 所以就变成政府拥有这个权利 那它再把它转卖 我们看到很多的例子其实都是如此 桃源航空城或其他各式各样的例子 所以当华平从你们的角度来讲 就会觉得区段征收 会让你们所有的东西 可能都会因此消失不见 因为这个区段征收的做法 都是砍掉重链的做法 那我想要请教你们 就是说市政府 它在提这些计划案的时候 只有区段征收吗 或者是你们反对区段征收 可是它的确要有一些改变 这改变可能不是只有线件解除 它就可以改变了 它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相对 比较大一点的规划 它还是会处理到所谓土地使用权的问题 所有权的问题 那除了区段征收之外 有什么样其他方法 可以所谓的两全其美呢 好 其实我们要讲的是说 我们反对区段征收 但我们也应该讲 我们也尊重要区段征收的人 所以我们希望说 在台北市政府 它在规划的时候 让想走的人走 想留下来的人留下来 那我手边呢 我要提供一张 就是开发方式的一个选择 那这张图表呢 它是在105年的时候 柯文哲市长他来设置导 做一个户外开疆 那天提供的一个资料 这我们也是事后 在回过头阅读一些资料的时候 发现有这一张 那所以设置导开发方式 它在一开始的时候 它有做了很多的评估 不是说只有区段征收可以 它有一般征收 区段征收 四地重化 都市更新 它最下面是一个原地改建 所以居民的诉求 它知道 所以它也做了 用这个做一个 就是评量的部分 评估的部分 那在原地改建呢 它其实它在整张的图表里面 原地改建它的缺点很 就是开发期程很短 然后它也没有安置的问题 然后再来部分 就是违建处理 可以处理 小地主多 也可以处理 或者针对建筑物密集的部分 它都是可以处理的 但是台北市政府 为什么不选择 整个一个初步评估里面 优点最多的原地改建来说呢 这也是会让我们觉得 很纳闷的地方 就是说 刚刚老师有提到 区段征收 它是用最便宜的价格来征收 它到时候就会得到很多的土地 那其实让居民很 愤愤不平的地方 就是说 那你既然整个社子岛 它是才区段征收 那为什么海洋科技大学 它不用被征收这件事情 它可以原地保留 它为什么可以原地保留 那在过去的都委会 每一个委员会里面 很多的委员都提到 就是公平性的问题 所以海洋科大 它要纳入去办征收 但是最后海洋科大 却在一场莫名其妙的会议当中 它被剔除了 它原地保留了 那居民就会想说 你既然可以原地保留 那么我们呢 内政部不是说 我们的聚落文理要保留吗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比照 海洋科大的条件 可以让我们社子岛既有的去保留下来 这是我们一支诉求的部分 我们也希望台北市政府正视这个问题 那市政府有针对这个部分回应吗 就是为什么海洋科大可以 你们却不可以呢 它的回应 它那时候的回应是说 它是一个文教中心 OK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为什么国中也被移掉了 国小也被移掉了 也没有原地保留 不过你刚才诉求是蛮清楚的 你的诉求很简单 就是我们有最简单的这种方案 或者是应该是说 可能对市府来讲 它可能是很复杂的方案 可是这个方案是完全 并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去解决的 那为什么他们 他们为什么不采取这个方案 而要只是去断征收 有回应你们的问题吗 有回应你们的诉求吗 没有回应 这个部分就没有回应下去了 对 可是我们会提出很多的疑惑 那但是像提这个疑惑的时候 我们就会想一个问题 就是市值导 我们知道它整个都要 大概9.65公尺高的一个合体 那在台北市政府 他那时候就是上新闻的时候 他提到就说 我要因为面临基隆河岸 我要内缩80到130公尺 那淡水河岸呢 我要内缩30公尺 这相对的就是说 我将近 甚至到有302公顷的土地嘛 那我内缩之后呢 大概就是损失了60公顷左右的土地 那台北市政府他的回应是说 因为我要取得大量的土地 这个资金成本太高了 我财务无法自查 所以我必须使用 区段征收的方式来做一个征收 但是这样子对居民公平嘛 你征收了合体 不管你带水河内缩 还是基隆河岸内缩 那我们的整个居住 也是都沿着设置到的合体 河岸的附近 那整个整套都被产平了 这叫居民怎么有办法接受 那我们刚刚提到海科大 海科大他在比较靠近基隆河岸 如果按照这个合体的一个规划的话 他原则上是整个被产平的耶 那为什么他不用被产平 为什么合体遇到他 他可以使用别的工法来施工 那既然海洋科大可以 那你是不是可以用同样 相同的一个工法来施作这个合体的部分 你就不用整个内缩 不用侵害到百姓的居住的聚落嘛 这样子居民的争议也相对的不会这么大嘛 所以整个案子的争议性 我相信啊 就是除了设置导居民没有办法接受之外 如果说外界的朋友更清楚了解这个案子的话 也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开发方式 嗯 的确是如此 就是我们这样听起来会发现有很多东西 它的公平性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海洋科大可以不被征收 那这个设置导的其他的地方要被趋断征收 为什么明明有其他可以两全其美 双赢三赢甚至多赢的这种方法不做 而是要用这种砍掉重链的 这个趋断征收的这种方式 它背后事实上 不知道它是不是有什么样政商的关系 但是从某个角度来讲 从我们过去看趋断征收的一些例子来看 它其实对于政府来讲 它可能是一个最小成本 或者是它可以转换成一个最大收益的一种方式 这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 市政府在这个案子上面 跟过去有很多的案子比较不一样 至少我们看起来 好像比较会愿意跟居民来沟通 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这样子 或者是那个沟通到底够不够 那之前陈希也曾经办过这个工作坊 因为事实上居民因为这件事情 也有不同的立场跟不同的意见 那市府为了要去凝聚这个共事去举办的工作坊 那这个东西我觉得也蛮有趣的 就是这个市主应该是一个市 市府应该是一个市主 但他突然间变成公亲 要来去凝聚大家的公事 可以谈谈那个工作坊到底办了什么样东西 然后有什么样的讨论吗 那有达成共事吗 好我想先回到老师前面提到的 就是说市府他这边开了很多的会 看起来好像做了很多的沟通 实际上是每一个省议会 都委会这些都要求市府这边 要做到一个加强沟通的部分 所以市府这边因为都委会这边要求 或者是监察院这边纠正 所以他势必就加开了比较多场的一些说明会 那实际上这个说明会他来到在地做说明会的时候 他也都是属于平行的 他们的开场就是说 我知道在地居民最在意的就是安置问题 他们的开场就是这样子 你们说的我们都知道了 但实际上居民不是在讨论 我今天要安置这件问题 而是争议很大的区段征收 然后当你提到 我们要问的是区段征收这个问题的时候 市政府就会说 你们的诉求我们都知道了 我们就会带回去 下次再跟你们说 永远都是没有答案的 就有点像两条平行线 市府永远来的就是在讲安置 居民就是跟你说 我要问我不要区段征收 你什么时候给我答案 我不要区段征收 那一直到 我们提到这个 一直两方就是属于平行线 没有办法沟通下去 好 结果这个时候呢 公参委员就介入了 看起来似乎是我们觉得说 市政府好像提出了很大的善意 但这个公参委员介入之前 是因为柯文哲市长 他承诺了居民要有替代方案这个部分 因为居民的抗争很大 很大 然后居民一直诉求 就是我的聚落就是要保存 所以柯文哲就说 好啦 那居民的诉求 我们就给他一个替代方案好了 好 那这个替代方案也没有了嘛 然后也没有居民抗争啦 这时候公参委员就说 好 那我们是来帮你们做一个沟通的桥梁 那我们要不然来举办这个工作坊 那工作坊呢 我们要跟你们讨论的 就是你们想要的替代方案 那因为在过去居民对市政府这边 就是长期属于一种不信任的状况 因为居民的诉求 市政府永远都是罐头式的回应 有回应跟没有回应是一样的 甚至很多答案都没有 都没有恢复给居民 所以长时间下来 居民就是处于不信任 那公参委员介入之后 提到说 我们要谈替代方案这样子 我们都以为 市政府释出了很大很大的善意 所以我们当下也鼓励居民说 那我们就来参加这个工作坊 我们踊跃的来报名好了 那我们不知道说 我们这样子鼓励了居民之后 实际上工作坊 他问题非常非常的多 比方说 在工作坊会前会的时候 我们要求 就是提供了很多的 有建设性的一些意见 因为在过去 就是因为会议都没有通知大家 所以大家根本不知道开会了 一直到108年 市政府记得挂号通知单说 我们要来举办拆迁安置 草安说明会 大家才知道家要被拆了 所以我们希望说 你办工作坊的话 势必是不是说 你就是用挂的方式通知大家 让大家知道 我们要讨论替代方案 那替代方案这件事情 不是说 只有100个人 200个人 500个人 他来讨论就可以了 而是有很多居民 他势必有不同的意见 你要让他上所预言表达 然后你也不能限制场次 但是最后他们都没有接纳 他们还是只限制市场 总共就是240个人次这样子 那240个人次 他又限制很多 比方说我们要参加工作坊的前两天 他才通知居民说 你要去中心医院做快塞 快塞完的话 你才能来参加我们的工作坊 就是很多的限制 然后导致有些居民 他就没有办法配合 他就没有办法到现场来参加这个工作坊的状况 这是参加的一个部分 那另外一个部分 我们这四场这个工作坊当中 完全都没有讨论到替代方案 完全全都没有讨论到 议题设定上面也都没有替代方案的 也都没有 完全没有 我们不太清楚 我们不太清楚他讨论什么 他的议题里面他设定的大概就是青年回流 产业发展 还有就是聚落指论这一些 但是完全都没有提到替代方案 所以在这四场结束之后 居民就觉得我们又配了片 我们又再配了政府跑流程了 又在 而且更让居民愤愤不平的是说 这工作坊结束之后 环保局长在市议会被陈议员咨询的时候 他跟就是回答说 工作坊有助于 工作坊的社会共同做得很好 有助于环平的通过 所以就又更气愤了 这时候已经跟市府团队 这边的信任真的是彻底的撕裂了 所以工作坊他办到现在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认为说他没有达到任何的公司 因为体已经报道了嘛 有替代方案的B方案已经出现了 他为什么凭空消失了 而且没有被拿出来 被跟居民做一个讨论的部分 这也是让居民很没有办法接受的 所以对我们来讲 他只是一个跑流程走行事 别人很多人对他们提出 包括监察院也提出一些纠正的一些意见 但是他就是回应 但是这些意见或是批评 但实际上面并不是要认真跟你讨论 说替代方案是什么 其实他的可行性是什么 对完全没有 完全都没有 所以像他最近在开一些安置咨询会 安置草案的补偿的咨询会 居民也会有很多愤愤不平的部分 就是用拒绝出席 拒绝配合开会 这个来表达居民的不满这样子 所以对他来讲 他就是往他自己既定的方向去走 那不太管你们的意见是什么 那你要跟他谈替代方案 他就跟你谈安置 但是你们重点并不是在于安置 而是一种 不要这个区断征收 有其他的可能性 因为你们也不反对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进步 或者是建设等等的这种面向 而是他可以在一个既有的 你们的不影响到你们生活 或是对你们生活影响到最小的状况底下 让这个环境是变得更好 这其实我觉得是很单纯嘛 就是一个民主社会 我们当然要回到那个民意上面嘛 政府当然有他一个伟大的思考 伟大的思想 这个很正常 因为政府嘛 他有他自己的规划 可是既然是一个民主社会 既然是一个民主政治 怎么要去让这两者之间 取得到某种的共识跟沟通 那才是最重要 而不是说你已经有了一个方案 然后你就来配合 那个其实不叫沟通 那个共识 其实是一种由上而下的规定吧 对 其实我们希望是由下而上的一个规划 就像我们常讲 就是说你一直谈的是安置问题 那我们常讲一句话 很简单 没有区断征收 怎么会有安置问题 但是你老是就在区断征收架构下 一直跟我们太安置 所以就两条平行线 到现在还是两条平行线 没有办法交集 没有办法达成共识 这是 所以我们会说这个开发案 它是一个彻底失败的开发案 而且四字岛开发案 它是彻底失败的社会沟通的案例 但是在形式上面 仿佛我们的政府也做了很多这种沟通 甚至还开了工作坊等等 那回到一个现实的状况 其实我们知道环平的二阶已经通过 那接下来可能就会启动一些相关的这种程序 包括征收程序等等 那所以现在这种状况底下 就是已经区断征收确定了吗 还是你们其实还有 还是它并不是个真正的确定 或者是你们有什么样的回应的方法 你们接下来打算要做些什么呢 其实区断征收它其实并没有公告 因为我们的主要计划并没有公告 而且环平它虽然通过了 但是它也还没有公告 那在区断征收它的征收程序尚未启动的之前 以我们目前来讲 我们这就会就是协助在地的居民 签署就是陈情的部分 像内政部陈情 签署不纳入区断征收的一个陈情文 请居民签署 那当然这些签署完了之后呢 我们还有准备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会对这个环平提起一个疏愿 我们也正在协助居民这边 但居民也非常的乐意 就是说 因为我们其实最主要就是听到很多居民的声音 因为今天我们站出来不是说只帮自己讲话 而是怎么样让大家可以做到一个最小侵害性的部分 就像我们一直在强调 我们不反对设置到发展 我们也希望政府把这个 比方说违规的沙石场 或者违规的浪寝道的废土 或者是废弃物这些都赶快取地 这些大家其实都希望 政府立即性可以做一个取地的部分 那如果说 这些也并不是一定要区断征收才能做的嘛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在这个阶段 听居民的声音 因为居民不希望家里被拆 然后可以做的 我们就是尽量帮助居民一下 我有点调通 我想这很重要 就是没有人会反对一个社会发展 而社会它必然就会发展 只是对于发展的想象 发展的路径 它绝对不会是只有一条 而这一条更不会是政府觉得 什么叫做发展 它就是发展的那一条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 我们对于常常 我们对所谓的发展进一步的想象 我都觉得整个台湾是非常非常的有限 特别是我们政府官员 他不太去考虑到这种所谓的兼容并蓄 他不太去考虑到共存的可能性 他不太去考虑到新旧之间的这样的一个 怎么样让他碰撞出更多美好的 这样的一种发展的方式 但是常常我们从过去的经验 一直到现在 都是那种所谓的砍掉重链的做法 不管在哪一个县市 在哪一个执政党的状况底下 类似的状况都是不断发生 那当我们看到 摄氏岛的居民 对于所谓的政府的这个做法 提出了很多的不同的意见 我们会希望 在还没有任何的施做之前 这些都应该可以重新的好好的讨论 都应该是 大家应该都有这个资格 都有这个条件跟这个机会 来告诉社会大众说 我觉得什么才是一个最好的发展 什么才是最适合大家共同生活的方式 毕竟民主社会就是要讨论 就是要沟通 今天非常谢谢华评来接受访问 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跟你讨论相关的话题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全程 iek 对 RYAN